在跨境電商這個領域裡面 目前的人才需求很多 所以我們系上在之前就由主任同意之下 由我去做了兩次的實驗 就是開了跨境電子商務還有一個進階課程 訓練出來的學生在產業界他們是需要 但是出去之後我發現他們的學用是有落差的 所以在業界他們就產生了一種情況 就是說似乎我們送出去的學生不是他們理想中的 所以在這一次的SOTO裡面我就去思考一件事情 理想這兩個字是什麼 我可不可以透過一個一學期的很簡單的一個設計 然後去把學生的一些基本的能力培養起來 那這個就是我這次申請SOTO的時候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我是用專案的方式 我用所謂的PBL裡面的Project Best Learning的方式 我用專案讓學生去把這個專案做出來 其實這個專案如果他做得出來 那他在整個電子商務的流程上面 其實基本上是已經沒有問題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會有另外一個問題所產生 這就是未來我所要再去做思考的就是說 哇電子商務並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 就這麼一個狹隘的一個空間 所以他需要的東西會更多 那剛好我們管院有所謂的那種跨領域的學習 所以我也主持了所謂的跨界電子商務的一個學程 那在這個學程裡面我們去問了很多業界的概念 他們需要什麼樣子的能力 我們把課程整個轉化成那個能力 所以未來我可能也會去往這個地方去研究 這樣子的一個學習模組對學生是不是最好 那其實這個就是教育部所要的 學生的能力如何去提升 老師要怎麼去做提升 我找一個解決的方式 但是以後我必須有另外一個實證的資料來證明 其實我想的是對的